小姐在我们马祖要叫板礼 当然这个由来我想在早期 它大概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农历十三 农历十三就由板礼的白马中王庙 它来做一个闹记祈福的一个活动 我们白马中王在汉朝 在公元前154年 在福州山西也设上出汗 被我们福州的百姓 跟风白马中王 设上出汗的时候骑了白马 那这白马在整个教神的过程里面 它也跟着我们中王一起 互有相迷 马来文化就是在这个白马中王里面 就是除了祭神之外 祭这个尊王之外 还有烧这个马草 给我们这个白马 来慰绕它这一年 跟着我们尊王 一起互有相迷的一个心 就是在我们的村庄 就是在我们的村庄 是很热的 比过年还热热 比过年还热热 我们过年的时候 有的人会回到台湾去过来 到版民的时间 就是说提早回来 大概初十 初十时间就回来了 然后就准备我们版民的东西 一些活动 马祖 马祖 地坎祥 各乡 以及各村 都有一到多间的庙宇 我讲早期 因为我们属于尼岛 整个医疗的不变 还有心灵上的寄托 所以让宗教文化 比如说在我们战地的基地 都扎根在我们心里面